再看到賽歌協會 每季都會在全國各地舉辦大型的競賽 高額獎金讓歌友們投入了訓練賽歌 但卻有網歌勒鼠集團 在各地的山區 河床架設大量的補歌網 來攔截賽歌勒鼠勒索歌主 為了遏止這樣的不法行為 苗栗警方深入山區執行掃蕩網歌計畫 跟當場逮捕到現行犯 尚靠帶回 一切到罪 移送法辦 五色鳥好端端飛著 卻被補歌網給困住 而這密密麻麻又高又長的補歌網 全是網歌樂鼠集團刻意為之 就連空中霸主老鷹都深受其害 警方來到苗栗後龍山區 只見陡峭的山坡地上鋪著一張 還沒有上架 長度約一百五十 米的補歌網 便在周遭埋伏 果然二十分鐘後 就看到理性嫌犯出現 準備上網架設 當場仁章聚貨 尚靠帶回 抓不肖民眾魯歌勒署 苗栗警方近期深入山區 執行了五次除網情誤 拆除了二十多張補歌網 警方呼籲民眾不要貪圖不法利益 假設不割網 不只會觸犯動包法 更有可能吃上竊道恐嚇取材之罪 記者彭光旭苗栗報導